5秒钟的时间,你能分辨出哪一款是真的AirPods Pro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剑松 我刚拿到前几天在pnr下单的花张杯顶配的AirPods Pro 月虎洛达1562a 我买的时候这款的价格是245元 这款的在华南北上是小有名气的 你们应该都听过吧,听过了扣1,没有听过了扣2 在这期节目之前,我也看了许多其他up主关于1562a的视频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不要买50元的,也不要买100元的 那基本上就是三寨中的三寨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款200多元的 毕竟降噪成本也是蛮贵的 即使是买华南北的货,我也相信一分钱就是一分货 另外我还买了个正品的AirPods Pro做对比 本期的视频将会从外观、降噪、音质、交互体验四个部分 将华南北的AirPods Pro和正品的进行对比 华南北AirPods Pro包装表面是有个略虎的贴标 包装盒下方也印了有生产信息 配件上送了个黑色的橡胶皮保护套,还有个扣子 和正品对比,耳机和颜色 华南北的耳机盒亮度没有那么高 肉眼看的话,正品要更白一些 不知道视频里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点在耳机盒内看会更清楚一些 华南北的耳机盒有点点米黄 不细看的话其实还是白的 耳机盒内印刷的信息也不一样 不过都是519毫安的电量 耳机主体的颜色,正版和华南北的倒是都很接近 肉眼分不太清楚 倒是容易沾指纹和油纸和正版很像 甚至有超越的迹象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再随便带一块7块钱的 华南北苹果平T抛光布就可以了 随时保持光亮,还不伤耳机盒 除了外观颜色上的不同 还有许多小细节能区分两者区别 正版的电量值能亮度要更高 充电口正版的要更精致 华南北的显得略粗糙一些 好在也可以使用无线充电 背部的银色衔接处 正版的看起来要更光滑 华南北的有点像磨砂 内像是麦克风 正版的要稍微长一点点 掀开耳套 还能看到两只耳机卸压孔也有区别 华南北的要更宽一些 正版的要窄一些 两只耳机底部印的信息也不一样 华南北的是印了1562A的芯片名 这个其实也可以作为判断 是否是正版弱达1562A的一个判断依据 如果没有,那肯定是假的 不过即使是有,也不能百分百保证 它就是真的 aksi应该开始 可不得, sao不不得 还能够 已经是否有コメント 高达了 短达了 短达了 垂直 短达 但要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几天这边都在下雨啊 所以我要室内进行这个测试 我在室内的进行的模仿 办公室比较常出现的这种声音 但不论是那种声音吧 正版的AirPods Pro它能够遇到更多的噪音 尤其是过于能上手 正版的非常擅长 华阳北版本的AirPods Pro跟正版的有很大的差距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关于音质我说要个人感受 它的音质是可以听的 但是和这么的对比就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并且和国产的一些真无线耳机也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说如果你是注重音质的用户 那我就不建议买这一款 有200多元还不如买一款国产的真无线耳机 它的音质会更好 在于手机的交互动画上 华阳北AirPods Pro也模仿了挺像 连接动画 小组件动画 还有控制耳机动画这些都有 但还是被我发现的瑕疵 华阳北的AirPods Pro 连上一开始显示的是100%的电量 延迟了一会才会显示正确的电量 而正版的连上后显示就是正确的电量 它不会有延迟 点开蓝牙设置也有和正品一样的设置界面 虽然也有空间音频动画 但是实用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 只是个摆设 不管是听歌还是看杜比全景商的视频 都没有听出来 至少我是没有听出来的 耳机的交互和正版是一样的 都是按一下播放暂停 快速按两下切换下一手 快速按下下一手 长按可以切换降到模式 或者唤醒Siri 不过华阳北的AirPods Pro的交互 也仅限于iPhone 如果你还有一台MacBook 它是不能像正版一样一边连着iPhone 又连着MacBook 如果一定要给这款产品打分 满分十分的话 我大概会给它打个三分吧 这三分是给它做特别像的外观 以及它像正版一样支持各种交互动画 降噪以及音质没有那么好 但能又能听 和正版的对比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买了玩一玩 我都觉得有点贵 200多元呢 还不如咬咬牙 买个真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观看 如果觉得不错 欢迎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